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股市魔法 我是股市小強 為大家請來春慶老師 大家好 我是春慶老師 我們家的奶奶啊 就是去刷負值的時候覺得 哇 為什麼利息現在這麼低啊 做銀行的負值喔 對啊 銀行的 現在利息只有0.8%而已嘛 0.8% 所以你可能放100萬的銀行定存 一年就8千塊 8千塊除以12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一個月什麼 幾千塊而已 這麼活 還發現其實生活不太好過 其實這是這幾年一個蠻明顯的趨勢啦 其實就是全球的央行啊 他們不只在瘋狂的印鈔票 甚至還把這個利率啊 壓到非常的低 那其實很多像美國啊 歐洲啊其實都出現了零利率 像歐洲甚至還出現負利率的一個狀態 其實就代表這個時候 你把錢放在銀行啊 非但賺不到利息錢 很多時候其實你可能還會被通貨房 給吃掉 所以為什麼全球的央行會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希望大多數的人能夠把錢 從銀行逼出來去尋找其他的投資商品 那這些投資商品如果它能夠創造出 比銀行定存利率更高 數倍的一些利潤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可以讓整個的全球資本市場 往一個比較正向的賣動去做 所以你奶奶這段時間去銀行刷那個銀行的布置啊 會覺得很辛酸 完全都是因為是全球央行的陰謀 對啊他們就是希望這些人把錢拿出來 去做一些投資做其他的應用 因為畢竟把錢放在銀行 是沒有辦法發揮很多的一些效用的 但是對於很多的一般的退休主啊 或者像你奶奶已經退休了 她可能每個月有些生活的開銷 必須得支出 他們最在意的是什麼 一定要保本 對啊一定要保本嘛 他們當然希望能夠多賺一點利息錢 可以去支應我生活的開銷 但是他們還是必須得強調他們自己要保本嘛 因為這個是我的老本啊 如果我賠掉之後 我可能我接下來的生活就很苦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投資人啊 其實我覺得你就不適合在股票場中衝來衝去 而應該去尋找這種所謂富貴穩中求的一些方式 那這富貴穩中求的方式啊 在股票市場中啊 其實我一直長期的都推薦 你可以去買那種具有高值利率的好股票 所謂的高值利率啊 其實你就把它想成是利息 相對較高的一些投資的標的 那一般我們來講啊 值利率是什麼計算 值利率就是現金股利去處理股價 對就是假設你一年 假設你可以每一年可以領到一塊錢的現金股利 那你目前的股價是十塊錢 那你的值利率就是十% 對就非常高喔 那當然其實每家公司 他的值利率能夠高或低 其實就看他公司能不能賺多還是賺少 那台股啊 其實在全球的資本市場中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的值利率確實是相對較高 我們平均的值利率大概在3%到4%之間 所以平均來講你投資到台股 基本上你每一年大概都可以領到 大概3%到4%的現金股利 那這個是指平均值嘛 那但是我會更建議啦 其實你去投資的時候 尤其對於這種退休族啊 他要買的時候 你去買這種所謂的高值利率 所謂的高啊 其實要怎麼定義 就是比台股還要高 就算是高 所以台股平均是3到4%嘛 所以要比台股還要高 我會建議至少來到5% 6% 7% 其實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7%很高耶 現在銀行不到1% 對啊 那所以其實我在 我自己的一個投資策略中 有主張一個叫 所謂的存股盛金啊 就是投資這個值利率可以來到 7%以上的一些標的 那7%以上的標的啊 他常常可以醞釀的 你有可能可以賺股利 又有可能可以賺價差的空間 因為畢竟一張股票 如果值利率來到7% 他通常代表他的股價 已經相對在一個 比較便宜的價格 他才有辦法創造出 這麼高的一個值利率嘛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值利率的計算方式 其實就是股利去除以股價 所以在股利不變的情況之下 值利率要怎麼上升 一定就是代表分母的股價 往下跌 所以變便宜的時候 值利率自然就會上升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不妨可以叫你奶奶 去投資這種高值利率的 一些好標的 但是挑值利率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你不能只看當年度 當年度 就是當年度如果他獲利很好 他可能股利配發的比較大方 但是他也搞不好前幾年表現不好 所以他可能他的獲利 他的值利就會上下起伏 所以如果他的獲利起伏太大 我相信你奶奶的心臟應該也會受不了 所以在投資這種高值利的股票的時候 我個人的習慣我去尋找能夠 第一個能夠長期都能夠配發股利 你不能今年配明年不配 然後後年又可能虧錢又配不出來 所以最好能夠連續十年啊 最好連續二十年以上 他都能夠配發股利 為什麼要連續二十年呢 你看這二十年來發生了多少事 有2008年的金融海嘯 然後像2011年的時候 還有日本的三一大地震 甚至還有這個SARS的這些衝擊 都代表了這些公司 如果他能在這些全球景氣 非常不好的時候 他還能配發出股利 就代表這家公司一定有他核心的競爭力 所以在找高值利的股票的時候 我會去尋找那種可以長期連續 配發股利的標的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要去尋找他最近的這個 股利的波動不要太大 然後我們在計算這個值利的時候 要採用這五年的平均值 那為什麼要用採用五年的平均值呢 就可以去平衡一家公司的高三跟低股 所以我會用採用五年的平均值去計算出來 那如此去綜合的篩選出來啊 那就有機會可以找到富貴穩中求的 一些好的存股標的了 老師你跟他說這個策略 其實在我們的標股基因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對啊 在標股基因裡面 其實就有那個所謂的那個初期蛋嘛 那個初期蛋其實它還有兩個耳朵 所以你要怎麼知道這家公司 它是連續配發多年 所以如果當你看到它有個20家 就代表它已經連續20年以上 都能夠配發出股利 所以我們要怎麼快速的知道哪一些公司 能夠連續20年以上都能配發股利 其實我們的標股基因裡面的這個 那個初期蛋的那個圖示 就可以馬上告訴你 欸 它還有20家 就是超過20年 如果20年都有7%的話 就那個就根本就不用本金了 對啊 這個它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還講 它要獲利要穩定嘛 就是初期蛋的另外一隻耳朵 其實就是它近八季的EPS 到底是賺錢還是賠錢的 所以如果它近八季也是賺錢的 然後它又能夠長期的配發股利 再快速的看它目前的殖利率 如果超過7%以上 那當然就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些選擇了 是 老師剛剛說的標股初期蛋 在我們的標股基因裡面都可以看到 它有兩個耳朵 一個笑臉 那同學都可以很快的一目瞭然 知道它到底有連續幾年配發股利 然後進八季有沒有賺錢 然後目前的股價是強勢還是弱勢 那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掰掰 今天股市魔法所提到的內容 在我們的APP標股基因裡面 都可以搜尋得到 那歡迎大家掃描影片後面的QR Code 還有影片資訊欄裡面的網址 點進去都可以去做下載動作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